花莲陷阱局及安分局北昌派出所远警 在30号凌晨执行巡逻勤务时 查获了一部外线市围停自小客车 经过同意搜索当场起出的七把违法枪械 上百颗子弹刀械还有毒品咖啡包 这是花莲今年起货数量最多枪支案件 将厘清枪支极毒品来源 积极追汽溯源扩大来侦办 而现场徐政卫也肯定远警积极维护治安的努力 在31号特别颁发了破案奖金表扬有功人员 花莲陷阱局及安分局北昌派出所 远警于30日凌晨执行巡逻勤务 盘查一部外线市围停自小客车 警方表示当时张姓驾驶于阳姓乘客 见警方到场两人成色慌张 眼尖远警透过车窗缝隙进同意搜索 当场起出七把违法枪械 上百颗子弹刀械及毒品 而这是花莲今年起货数量最多枪支案件 警察同仁的辛劳之志 真的感受到我们可以不紧感谢 谢谢 谢谢 我们部长谢谢县长 帮忙多 带一后如果真的留到缓间的话 怎么办 县长徐政卫肯定远警积极维护治安的努力 31日前往警察局亲自颁发破案奖金 表扬有功人员 徐政卫表示 一年一度的青春专案预防青少年暑期犯罪情事发生 杜绝青少年与不良帮派分子 毒品组织犯罪等接触 对于这起数量庞大的枪支案件给予高度肯定 也希望严谨同仁们持续守护 谢明的生命财产安全 华联县警察局长吕世明表示 华联张姓及阳姓男子无照驾车 而本案涉案车辆为他县市车级 为防毒外来不法进入本辖方案 将持续追溯枪支毒品质来源及流向 外来将持续做好各项治安交通工作 守护谢明生命财产 共同维护社会治安 记者长方言华联系报导